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这种空虚来风的爆料在娱乐圈见惯不惊 但没想到曾经还算红过的歌手黄安居然还为这段爆料加持 不仅说朱叔是他的朋友 而且他好像还很相信 于是自己公然发布爆料 这样一来让传闻的传播效果大大加强 他还对网友的质疑进行辩驳 如此就让被各种真相迷惑的吃瓜群众将信将疑了 而且加上前面提到的张子怡和汪峰还被爆料一起退出 曾经共同投资的公司 两人商业版图关联度大大降低 其实本来这些事业规划的调整 但是今年来娱乐圈不少明星离婚 就是从减少共同投资切割商业利益开始 所以张子怡汪峰此举也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和担忧 但是面对这样的爆料传闻 绝大多数人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也选择不相信 虽然很多人之前并不看好汪峰张子怡的婚姻 但是两人用几年时间逐步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和担忧 汪峰张子怡退股 鱼姬诸书歌手黄安传两人离婚 本尊必要获章起诉 一方面结婚这几年张子怡冒着高龄风险 先后为汪峰生下一儿一女 可见两人即使情路坎坷情势丰富 这次也算是遇到真爱了 是真心想过一辈子的 另一方面结婚这几年 汪峰张子怡无论是在公开场合和节目中 还是私下生活中都是幸福满满 而且毫不低调尽情秀恩爱 互相支持彼此的事业 更重要的是张子怡还把汪峰前妻生的 可会结小苹果诗如己书 这些年培养了亲如母女的感情 没有了矛盾隔阂 对于汪峰张子怡的婚姻和爱情更多了保障 前段时间汪峰张子怡还一起给小苹果 亲生画面和谐幸福 所以突然面对这样的传闻 大家也是半信半疑 但说起来汪峰老实情史不是一般的丰富 一婚主持人齐单 不到半年就离婚 之后遇上小16岁的葛惠杰 女方17岁就为汪峰生下大女儿小苹果 连个名分都没捞着 汪峰就在葛惠杰运气出轨 康作如 结果风水轮流转 康作如哺乳期 汪峰提出离婚 康作如炮轰汪峰玩多人运动 之后汪峰才和张子怡互相接盘似的结婚了 一直以来这段婚姻一直不被人看好 为什么呢 因为张子怡太过优秀了 而且她的前男友们也太过优秀 但汪峰之前张子怡有过三段恋情 张子怡的第一段恋情是与霍奇山 霍奇山出生豪门 她爷爷霍英东 座用百亿资产 她哥哥霍奇刚娶了跳水皇后 郭晶晶 可这段感情只维持了两年就无疾而终 张子怡的第二段恋情是与爱维 倪沃 她是高盛集团最大的私人投资人 时代华纳集团最大个人持股者 在温斯坦公司也有巨额股份 其身价高达47亿美元 这段感情持续了不到四年 终究没有好的结果 张子怡的第三段感情是与著名央视主持人 萨贝宁 两人交往一年多就分手了 随后张子怡遇见了汪峰 两人于2015年结婚 无论是从哪方面来看 形象地位名望 汪峰配张子怡怎么看都像是捡了大便宜 同样张子怡找汪峰怎么看 怎么像是亏本买卖 不图帽不图财不图财 拜托别跟我提 春天里 他靠着这几首歌吃几年剩饭了 成名作加起来还不及周董一张专辑中的歌多吧 大家不看好汪峰和张子怡的婚姻是有道理的 张子怡各方面比汪峰强太多了 再加上三个优秀的前任 汪峰的压力可想而知了 如今要和张娘娘离婚也是有可能的 其实这个料之前就爆过 汪峰和张子怡婚后是投资了一些资本和项目的 而一脚活进资本里 就注定没什么好果子吃了 几个月前被封杀的赵薇如是 现如今的汪峰和张子怡也大差不差 特别是这阵子清朗运动的大形势下 以及各方资本经联不断被查金币的状况下 很多事情运发态势紧张了 而早在前几天的时候 汪峰和张子怡就已经被拔皮出 尽行利益切割的料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两人明摆着也谈上事了 不过离婚一说 说之前说过 这两人都是人精 当初虽然感情到位了 但为了保护各自的资产 他们也还是在法律关系上留了一手 so 即便是分道扬镳了 那也并不例外 至于汪峰和张子怡目前的状态 他们没彻底分开 但为了避嫌 以及避免被一网打尽 以及一方拖累另一方 确实是选择分开住了 但在感情方面 这两口子还算是比较大嘎 能合得来的 未来如果他们真的彻底敌意 那一定是利益方面出事了 感情敌不过利益 大家大难临头各自飞 选择利保自己了 不过还是要感慨一句 难道汪峰定律 真的连自己也不放过 毕竟娱乐圈最难崩塌的人设 莫过于肖静腾的余神 张学友的逃犯克星 以及汪峰的瓜神 自2013年至今 每逢咱们汪峰老师发布新歌 或者开演唱会 甚至是向老婆张子怡告白求婚时 娱乐圈就必定有大事情发生 那些年的大瓜 汪峰几乎从未缺席过 回回想上头条都被截胡 据不完全统计 大约撞到27回了 阿美前几个重要的说说 比如2013年这边汪峰刚宣布离婚 编辑们的通稿还没写热乎 热搜也还没来得及冲上去呢 那边王妃李亚鹏也在晚上宣布离婚了 于是全网铺天盖地都是王妃的消息 汪峰离婚无人关心 媒体多损啊 还专门写了篇报道 用词悄无声息 至此汪峰就成了大事件 人形雷达 2013年11月 在演唱会高调告白张子怡 这回拉上了金桔百花将大满冠赢后 总该搏了个头条吧 谁知道演唱会还没有散场 广州恒大问鼎亚洲冠军的消息 就让全网沸腾了 毕竟国足得冠 可是史无前例 过了两天 汪峰又发新歌 好巧不巧 正赶上两大流量小花官宣 前脚无奇龙 热爱流失失 后脚杨幂刘凯薇晒出婚戒 纯粉 C皮粉 还有吃瓜路人看得不亦乐乎 汪峰就这么被遗忘在小角落 不发歌了 去爬个山吧 结果刚登上3900米苍山 王力宏李云迪就各自公布恋情 顺嘴提一句 这次王力宏离婚闹这么大 或许是因为汪峰月底演唱会 2014年3月 好不容易凭借深来彷徨在音乐圣典上 一口气得到了七个奖项提名 结果文章和姚迪的周一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夺走了看客的全部吸引力 到了6月中旬 汪峰忙着开巡演 宁财神兵地一掏 起提热搜和饮手镯 15年年初 汪峰求婚 当晚春晚后台 陆寒吴孟某这对古早CP上演了世纪牵手 你说神奇不神奇 汪峰说8月14号演唱会 13号吴亦凡就被捕 与此同时还送走了 货尊 汪家人果然牛掰 2017年12月底 汪峰发新歌 李小璐约着皮几万做头发 18年年初 汪峰为老婆庆生 男孩韩庚和女孩卢静山 共布了恋情 18年年底 汪峰开演唱会 赵丽颖冯绍峰结婚了 今年1月 汪峰预告新歌 结果郑爽和张恒的代孕瓜 引爆全网 谁也不关心他的新歌 现在距离汪峰演唱会 还有好几天 妮丑 真真假假的瓜料 已经层出不穷 明星工作室 生怕辟谣慢了一步 就在大家好奇 不过2021年最后一个大瓜 神王峰自己扒的时候 咱们张娘娘亲自下场了 没想到自己提到了铁板 爆料的那位黄安 火速录了条道歉视频认怂 所以吃瓜而散了吧 人家两口子好着呢 而且前不久还晒了一家五口的幸福瞬间 一看也不像感情生变的样子 其实看多了猪皮大哥的手段 辣妹对于她爆料的汪峰和张子怡这事 根本就不怎么相信了 两人平时那么恩爱 刚生了三胎的儿子 孩子们过生日也一起过 怎么可能忽然离婚 但评论区有网友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细节 那就是要茶睡了 贵为顶级大主播的威亚 都因为税务问题翻车了 上面已经明确表示 还有许多人有税务问题 而汪峰张子怡就在不久前突然变更公司结构 退出了共同投资的公司 两人关联的公司仅仅剩下一家 所以网友们猜测 汪峰和张子怡是不是在财务方面有些麻烦 需要以离婚的方式处理一下 从逻辑和法律上讲没什么问题 但我还是觉得两个如此重量级别的明星 如果真的离婚的话 还是有些离谱 退出公共投资的公司可能是经济问题 但是不是婚姻的问题 汪峰在12月31日的时候还有演唱会 一般这时候娱乐圈就容易出大新闻 希望别是汪峰自己凭本时尚热搜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